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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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于刘熙明进入娱乐圈 刘母一如既往的反对 认为好不容易大学毕业 该找个正当稳定的工作才是 最终刘母在儿子百般哀求下 才勉强同意她试一试 而这一试就是一辈子 刘熙明夺言之后 立马就由华星唱片公司签了卖申请 由公司负责对他们进行包装上市 可自打签约以后 刘熙明就坐上了冷板凳 公司只安排他唱了三首电视剧里的歌 书竟然丑陆的主题曲《胡汉梦》 插曲事实未满足 其门鬼谷的插曲无言亦可相倾诉 由于长期失业 刘熙明着急起来 向领导诉苦 划星公司的领导敷衍他 让他去无限的议员训练班深造 1988年 刘熙明被安排至无限第十四级议员训练班学习 同期学员有天王姑父成 学习期间 刘熙明就被抓壮丁 客串了两部电视剧 分别为事不低头和不在少年时 等到临近结业 更拍摄了一部戏份颇重的一部容情 1989年3月 刘熙明的父亲因心脏病去世 给他和家人一记沉重打击 刘复出便后一周 他的女朋友突然提出分手 更是雪上加霜 他向一具行尸走肉 过马路时 他不看红绿灯乱窗 一辆公共小八在他身前急刹车 驾驶员在车窗里探出头来 把他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个遍 刘母一看情况不妙 连忙开导 咋呀 自从你进入娱乐圈 这几年取得了啥成就 挣了多少钱 正因为你一事无成 爸爸才闷闷不乐犯了病 女朋友才觉得没出息离你而去 现在赶紧重找一份工作 好好生活吧 刘夕敏常常一叹 母亲说的在里 他必须执行 首先 他向画星提出解约 并为此赔偿了一笔违约金 其次 他四处应聘工作 可一不容情的伙伴 让刘夕敏的工作并不好找 老板们总是在问他一些八卦问题 正当他进退两难的时候 接到了无限打来的电话 想和他签约 还给出了丰厚的报酬 刘夕敏一和无限签约 就被唯一重用 参与拍摄了《黄欧本色》 在剧中饰演王石亮 编剧为他增加了戏份 削减了温兆伦的戏份 有梦偶像杂志社 站出来为温兆伦鸣不平 抨击刘夕敏 无限却满不在乎 是要把刘夕敏捧成当红小生 1990年 刘夕敏主演了《乌金斜剑》 《飞跃观场》 《天圣凡间》等多部剧集 在《乌金斜剑》这部电视剧里 刘夕敏饰演风一飞 周慧敏饰演唐锦儿 此剧改编自黄义同名小说 剧情天马行空 大开大河 刘夕敏与周慧敏及张照辉 罗嘉良 关秀妹一干演员又演绎的精彩动人 受到观众喜欢 尤其刘夕敏的虎去遗枕 搭配周慧敏的郊区遗颤 戏里戏外 实在金铜玉女 以这逼人 让人大声作为兴趣 某日清晨 刘夕敏刚刚起床 牙还没刷就接到车书梅的电话 开门见山问他是否很赖周慧敏 刘夕敏不明就里 十分谨慎的回答不是 车书梅又问一次 他仍答不是 然后车书梅绕了个圈子 问他是不是欣赏周慧敏 刘夕敏这回痛快表示欣赏 刘夕敏当时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聊天 谁知竟是车书梅的直播访问 他的话也通过电波传遍港岛 直播就直播吧 刘夕敏并未在意 他认为欣赏一个人又没有错 难道要说不欣赏 那也太不留情面了 况且对于周慧敏哪个男人会不欣赏 他不过说了男人们的心声而已 刘夕敏不知道欣赏别人可能没错 但欣赏周慧敏就犯了大醋 因为他有一个醋气冲天的男友倪陈 更坏在 一般人吃了醋 生完气也就不了了之 但倪陈却不是一般人 他是个牙子必报之人 曾有记者说过他不好的话 若干年后他还很清楚的记得 是什么杂志以及多少页 就这样一个人能放过刘夕敏吗 他立即展开猛烈的报复 1990年末 倪陈和邵国华创办了面向青少年的杂志淹死 该杂志变成了倪陈打击刘夕敏的平台和利己 杂志开设娱乐圈艺势的专栏 自从91年刘夕敏表示 欣赏周慧敏不久 专栏上便出现了一个叫独留名的人物 举止猥琐 道德败坏 专是偷窥女性群下风光 到一楼一奉买春行乐 几乎所有龌龊事干了个遍 实难社会独留 除这而快 大概杂志担心人们不明白独留名影射的是谁 更与读者写信爆料的娱乐间谍栏目 直接点名刘夕明各种默许有的丑闻 其中1993年报道 他被发现在深圳召集仪式 闹得沸沸扬扬 所以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话说的一点没错 而大众对此则喜闻乐见 他们未必相信杂志所写的内容是真的 但是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打发时间的消息 可以冷嘲热讽的对象 可以口诛笔伐的靶子 在他们眼里 刘夕明可能不是个坏人 但绝对是一个工人娱乐的小丑 这也是为何倪震乐此不疲 不放过刘夕明的原因 起先 他出于泄分目的 构陷刘夕明 随之发觉读者很爱看这类东西 销量节节攀升 便投其所好 便本加厉 成了固定节目 如此 此时的性质也由个人意愿变为营销手段 所以 独留名既是倪震创造的 也是大众创造的 倪震作为始作用者负有直接责任 大众作为消费者 同样无法保证清白 据刘夕明介绍 93年底94年头 有一晚11点多 周慧明突然给他打来电话 向他道歉 自从此事发生后 二人一再无联系 周慧明在电话里说 我知道他这样写你无关三角关系 而是为了书卖得好 我又劝过他 但他不听 我们姑且相信周慧明讲的是实话吧 但只是简单的几句劝告 总让人觉得欠了一份决心和真诚 也许他太倪震了 爱到可以任由倪震作恶 也许当这件事成为一门生意后 便难以控制了 他也无能为力 此后 周慧明和刘夕明之间再无联系 删事甚中 刘夕明受毒留名所类 人气大跌并殃及誓言 1994年 刘夕明离开香港 去了台湾 自身艺人吴立竹将他引荐的台湾制作人王常立 王常立盛情邀请他去台岛发展 还给他寄来了头等舱的机票 因此 刘夕明便抱着姑且一世的心态 飞去了台湾 此行他还补了一挂 挂箱显示 绝处逢生 出到台湾 王常立安排他主演电视剧《深归梦里情》 在《深归梦里情》 刘夕明饰演张玉仁 剧中 刘夕明成熟稳重 英俊儒雅 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欢 尤其青年男女更是痴迷 总之 刘夕明在台湾一炮而红 声誉雀起 台湾保利金嗅觉灵敏 马上找到他 给他灌录了国语专辑越过 1995年已经推出《大马二十万章》 一鼓作气 趁着打铁 同年刘夕明又发现了《等爱的人》专辑 销量同样喜人 凭借如此佳激 在1995年台湾十大偶像评选中 刘夕明位列一席 随之 刘夕明于台持续发力 拍电视 出唱片 做主持人 多头并记 有声有色 杀是风光 像当初 刘夕明出于劳累而未雨无限续约 不料来到台湾 工作量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时一天最多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但他毫无怨言 反而觉得充实 是啊 苦尽甘来 杨美吐妻的感觉实在太美妙 正好印证了一句话 活得更好 是向敌人最大的抱负 2008年 倪振爆出头欢 一时千夫所指 霍锋独刘振 真乃因果寻坏 有媒体让刘夕明谈谈看法 他未与置评 只祝福倪振和周惠敏幸福 刘夕明的态度 可能令倪振良心发泄 忠于松口 感谢他宽宏大量 没有落井下石 终于 时隔17年 倪振总算给了刘夕明一个迟来的道歉 当时有记者去采访刘夕明 问他 你还怨恨倪振吗 刘夕明说 我释怀很久了 反而妈妈很恨他 可能因为他太疼我 千万我跟妈妈吃饭 劝他别再生气了 他就说 都十几年了 你一阵现在才道歉 记者问 你觉得这个道歉会不会太迟了 刘夕明说 迟是迟了一点 但我都能接受 我唯一遗憾的是 这十几年都没有时间回香港陪母亲 心里很是内静 但是没有办法 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如今读刘夕明事件的三位主角均一年过半百 吃瓜群众不禁由此假设 周惠明当初若没有跟了倪振 人生会不会有两样 刘夕明当初若没有被倪振如此长期抹黑 人生会不会有两样 遗憾的是 那个歌声饱含深情 演技也不俗的刘德华击班人 最终没有能接成刘德华的班 被他提点过的小跟班古天了 倒是成了一带大侠 金像影帝 而刘夕明自己呢 一切事业命也 善事慎中罢了 好了 这里是明星往事回忆录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的明星故事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不甚感谢 我们下期 不见不散